大家好,Channel 疫情過後,澳門經濟逐步復甦 旅客量亦上升 雖然未到疫情前的水平 但都八八九九 不過中小企尤其是民生區商戶 仍面臨諸多經營困難 新任特首岑浩輝 輝哥認為是由國方原因綜合產生的結果 輝哥說出原因 其一是訪號旅客消費階層觀念和模式發生變化 其二是現在回到內地 交通非常便利 大灣區的服務和產品質素便宜 導致澳門居民終以北上消費 還有過去幾年美國利率上升 匯率變化 我們回到內地消費便宜了匯率 內地人下來花錢便不太划算 不過北上消費是否導致 我們舊區中小企經營困難的主要原因 應該未必是 因為北上消費一直都是澳門人的生活習慣 大家都很清楚 澳門很小 因為隔著拱北海關 其實基本上 你在北區十幾二十分鐘過島關 出大陸 不像香港 上深圳 車費都成百元 還要一個時間 一個多兩個小時 為甚麼呢 加上中小企覺得北上消費 影響了澳門的經濟 尤其是舊區經濟 其實過去同樣有大量的北上消費 但因為內地來澳門玩的遊客 量非常之大 消費又高 本地人的北上消費相對比重比較低 所以大家沒甚麼意見 生意好的時候有甚麼意見 不過今時不同 往日 南下的消費 即內地旅客的消費 變弱了 北上消費本來不是問題 現在變了問題 部分商戶有些葡萄 其實過去十多年 內地經濟高速增長 尤其十年八年前 大家記不記得 好像十年前 大媽來澳門搶金 買爆了澳門的金譜 不單是澳門 日本買了廁所板 電飯煲 去巴黎佛爺 掃了名牌 不過疫情過後 這些財帝氣糟的中國大媽和土豪 就不見了 取而代之 就是我們所謂的特種兵式的旅遊 而且大部分都是年輕人 他們重視旅遊體驗 體驗 即是打卡 奉行少消費 甚至不消費旅遊 他們看了就當買了 只看不買 所以我們的商戶 經常說旺丁不旺財 就是這樣 不買東西都要吃東西 當然 不過很多時候 可能四個人叫兩個餐 又或者兩個人買個雪糕 你打完卡到我打卡 旅客這樣 對於澳門做旅遊業 零售為主的旅遊城市 這些旅遊模式的改變 其實真的是一種災難 這樣遊客再多 消費力都不會增加多少 商戶賺不到多少錢 我們的未來特首揮過 之前六個區巡視業務 他說 面對這個問題 不迴避的 要解決 他說 要跟工商界 尤其是鍾小企 一起研究 研究和探索 如何改變經營模式和理念 創新經營方式和方法 似乎工具箱裡有不少法寶 當然 我們希望有方法解決這個難題 最好短期內 先派一輪消費券 刺一刺激本地消費 先穩住經濟線 這個很重要 長遠一點 當然要想想如何多吸客 重點就是 讓遊客在澳門花多些錢 這才是指標有自本的出路 好 你先集團看看 如果想支持我記得訂閱一下